邻國印尼互不擔心 暨三佛旗聯航空難事件 索拉威西省15號凌晨發生6.2級地震 強烈震感造成不少建築物倒塌損毀 一些地方甚至引發土崩災害 截至目前已經有至少35人不幸罹難 600多人受傷 印尼氣象局發出警告 接下來可能有另一波更強的餘震 不排除會引發海嘯 印尼官方通報雅加達時間15號凌晨1點28分 索拉威西省西部發生6.2級地震 鎮央位於首府瓦珠牧以南36公里人口稠密的社區 震源深度達到10公里 地牛翻身 政府辦公樓和數十棟建築物倒塌 截至下午已經有至少35人丧命 數百人受傷 目前還有多人受困在瓦力堆中 助援工作火速展開 由於地壳運動依然活躍 當地氣象局預測可能還會發生強力餘震 原來氣象局根據地震 地震紀錄分析 如果下一次強烈餘震發生在海灘附近 不排除會引發海嘯 令災情雪上加霜 因為地震紀錄分析地震 由於擔心海嘯隨時來襲 不少居民已經緊急撤離到地勢較高的地方避難 初步統計地震摧毀了上百所民宅 酒店和醫院等 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損壞 超過1萬5千人流離失所 預計死傷人數還會繼續攀升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 哇!好拉! 忘記了 走吧 有 resurrected 有 感谢观看